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门诊部 就在这儿往前走 过来就是这家 我从来没吃过的 不是说这家店我从来没吃过 这个菜的品类我也从来没吃过 而且这种吃法也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 七公茂菜 好味道七公茂 还挺顺嘴的 蛮押韵的 这里的点菜方式是春筋的 这边的素菜是19元美金 这边的荤菜是42元美金 荤菜我看调几样吧 先从素菜开始 有各种面条豆腐 还有各种粉 还有魔芋 老板有严格规定 荤菜跟素菜要分开装 然后先拿个大盆 再拿个夹子 开始 豆芽我最爱的 豆芽来一点也不能拿太多 靠腐竹 狂花菜 菇类是冒菜必备的 拿两块芋头 芋头可以吸收里面的汤汁 其他的不好的 这是猪血还是鸭血 分不出来 我拿两片 冬豆腐 冬瓜 千张豆腐 木耳 玉米 豆腐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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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两个 生菜 环蒂菜 大梗菇菜 大梗菇菜 下面这个 玉制的 腌制的 火调吧 黄猴 还有鸭肠 这罗汉肉切的有点大 少拿一点 加一点猪肝 鱿鱼 还有百叶 百叶可不能少 我就这两盆 拿过去撑一下 多少钱 好了 帮我撑一下 没有 这里吃 两个人 一个人 特别太多 没有 我一个人吃太多了 41 一共41 好的 我们也知道数量 对 你们长期做的 大概多少 一眼看过去 微辣吗 微辣 微辣 不怎么会吃辣 微辣减半 可以 你少我 好的 41 好 然后 我们就坐在旁边等吧 应该 自己拿着 这有另外收费吗 这有另外收费吗 这有网筷 还有 网筷 还有 网筷 是 你看 你也必吃 楼上还有位置吧 对楼上多好 对楼上多好 楼上一碗筷 没必要下去拿 他这楼上还是很宽敞 他这楼上还是很宽敞 他等一下会端上来 我们先装碗饭吧 看一下 看着还蛮有仪式感的 哇 像我这么能吃的 应该多装一点 好香啊 只能赚两条 因为 因为太多了 这个很好拿 这个有个挂钩 太好了 这里是没人打脑 下面就是 福州市的交通路了 现在是中午时间 1点19分 早就过了中午吃饭时间了 单挑这个时间 来吃饭 就是为了方便拍摄视频 没人打扰我 刚好这边还有小哥楼 因为刚好楼下放着音乐 音乐有版权问题 所以选了个楼上僻静的地方 现在在楼下 我菜已经点完了 因为放在那边是 可以先装的 所以我就先装了 一桶米饭 好香 其实这个木桶是多余的 只是为了好看 严格来说 它不是装在木桶里 是装在这个盆里面 但是 铁盆里这样吃的话 不哑光 它也不好看吧 所以就放了个木桶 这样子比较有仪式感吧 然后它配的是这种 其实我非常讨厌这种 我喜欢是消毒柜里面的 但是它消毒柜里面 它没开 我刚才去问老板的时候 老板还不耐烦地告诉我 告诉我说 这个就是消毒王快了 好吧好吧好吧 再为明示范 这个拆出来完 要用开水烫一下 茶水 没有 算了 筷子还不一样大 一个圆的一个方 我点的是微辣的一半 微微辣 我的冒菜来了 这是什么的还是智能的啊 是 这么大一锅 这个是连接的 可以充电 这是手机跟那个架子 这个是什么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跟拍的 他跟拍啊 就是我能走到哪里 他走到哪里跟着我拍 真的吗 是啊 这个叫做那个啊 对啊 那么高级 嗯 这里平时是学生比较多吧 后面的那个那个一大的是吧 是 我也猜到应该是学生最喜欢这个 年轻人都喜欢吃这个 很多人啊 都说哎呀 你们好久没吃了 像在疫情关在家里 好久没吃了 好想吃 过来是 我第一次吃从来没吃过 嗯 我以前都吃麻辣烫 但不知道还有冒菜这种说法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最不辣的那种 我这个是 嗯 我不会吃辣 就是最不辣的那种 是不是 我看辣的上面都是红油啊 是啊 红红的那种啊 那味道很好 对很好下饭啊 嗯 好先来试试 好谢谢你啊 这个就是四川冒菜 他们都是拿这么大的盆装的 我看他点十块钱也是这么大的盆 哎呀 然后这个配盆这个饭 应该是应该是吃不过哈 看着有点大 冒菜它又跟麻辣烫一样 非常香 看着就很下方的样子 看着就很下方的样子 看着那碗鱼锅 这个是最不辣的 脆实一点都不辣 但是味道很浓 这个汤汁估计我是喝不了 哈哈哈哈 这是豆腐泡 不怎么露味 我尝一下 哦都是黄花菜 泡沙的黄花菜 还有四川 为什么叫四川你们知道吧 建国初期四川地区 有东川 西川 南川 北川 四个川 后来整合了 变成四川 冒菜就是四川的特色 两个不方便 还是总和你拿 拿出来吃比较好 它这个有点不好 食材摆得太多了 看到每一样都想吃 所以每一样都拿了一点 一拿一拿一拿 一拿这么多 确实这里 两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老板还无限续算 米饭在汤锅里 随便装 就是黄花 煮火锅的一等品 这是黄地菜 冒菜是怎么形成的 在四川那边有很多说法 说到山国水浒那边去了 你说能扯到多远 我们说过很多美食 都是无意间形成的 冒菜就不一样了 冒菜是进化而来的 是有益形成的 就是进化以后的口感 是有益形成的 刚才应该点错了 应该点微辣 不能点微辣点半 微辣点半的话 好像对我来说不够辣好像 我现在把一桶米饭快吃完了 但是菜还剩这么多 这是猪肝 这是猪肝 猪肝烙得太老了 这是鸭肠 鸭肠才是真正的冒菜的代表 因为鸭肠吃火锅的时候 转丢七上八下放在火锅里面 然后冒菜 就是沿洗这种做法 把所有的菜放到汤锅里面 弄一下弄出来 弄一下弄出来 不容易放里面长度 这是挪汉肉 中间的肉是嫩的 豆肉是嫩的 旁边带于筋膜很有嚼劲 这是腐竹 它这个腐竹是油炸过的腐竹 这是柳柏叶 这是莲藕 每次吃莲藕都想一起 郭德干那个笑话 他说他有个老前辈 只有一颗牙了 这东西还是谁牙 他问余青 余青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一颗牙吃什么东西还谁牙 答案就是吃莲藕 牙晒晒莲藕眼里面去了 这是黄豆芽 每次吃烤鱼也好 吃那个 麻辣鱼蛙 或者吃水煮鱼的时候 下面店的黄豆芽都是我吃的 不说都是我吃的也是我吃的最多 不行啊我放得出来 他还有一半 我再下去装爆码饭 哦对啊 下次点茂菜的时候不能点芋头 芋头在里面煮完根本夹不出来 刚才夹了三根芋头 现在只剩要芋头结才能找到 外面操场在搞什么鬼 巨铁巨的什么东西 巨的渣渣渣渣的炒死了 好的 这一期吃四川冒菜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点亮小铃铛 您的持续订阅 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